大姓心事 大姓心事 我叫MISS ENG MISS ENG 晚上好 我想問一下陳鋒大哥一些寶貴的意見 我自己本身是有讀到中午 但是我是沒有好成績的 所以我就之前有去外面打工 就是做MISS ENG 但是薪水 因為我沒有文評也加上沒有很好的經驗 所以我的薪水是一直維持在很低的 然後加上我自己是一個有一個孩子 我是單親有一個孩子要養 所以我爸爸那邊他是有手藝 但是他沒有正式的一個公司 所以我就要求我爸爸 他管理著我爸爸去做工 然後學他的手藝 所以我自己開了一間 用我自己的名字開了一間公司 然後就開始了這個寶貴 因為我之前我爸爸是有一路來 他是自己做小本寶貴啦 只是他沒有一個正魁公司 所以就用我的名字去開了一個公司 然後就正式給他 讓給他變成正魁這樣子的神力來跑啦 過後可是剛開始的時候呢 就我的父親他會去哪裡 他都不跟我說 他有接到什麼神力啊 他也不會跟我說 我有跟他講過 你什麼都要跟我講嗎 你不跟我講 我哪裏我哪裏知道你接到什麼神力 我怎樣跟著你去做咧 然後他就講 你會mess 過後就OK 這件事情大致上算是解決了的 後他就有帶走我了 可是他的語氣態度就 他讓我去學習如何去算那個 material那一些 算要用多少material 但是呢 他就問多他兩次呢 他就罵我 講 怎麼你這樣笨呢 怎麼你這樣蠢呢 為什麼 重要東西一直問問問 不用請 我忍 因為我要學習 所以我忍 過後呢 因為他有時候 他是自己去了Site的地方 他也沒有通知我 過後 因為我下午的時候 我要去帶我孩子放學 所以我早上的時候我是在家 下午的時候呢 如果是在Site是在附近 我就可以自己下車去 如果在比較遠的呢 我爸爸就講 不用兩兩次下去 因為車油也要錢 過後我就打電話給他 就那一次 呃 剛好遇到他電話沒有電 是他自己沒有 呃 沒有Task電啊 所以剛好電話 他的電話要沒有電了 我就在剛好那一天 我聯絡他 然後他就講 我在做工 你是打來煩做什麼呢 OK我就 直接蓋了那個電話 然後我就有 沒有你的重點是究竟要講什麼呢 呃 我是講 我是想問我還 我到底是我的問題 還是我父親的問題 因為我是 呃 因為我自己我沒有學歷 我出去外面找 我找工 我也是找不到一份好工 所以如果我要學手藝 我要從頭來過 呃 就 還是需要靠娘家去幫我去 呃 呃 sponsor我的孩子的讀書費用那些啦 所以我就看到我爸爸那邊他有手藝 他那邊也是有一支生意 有一支進來 所以我就打算跟跟著他 可是他他就好像 呃 我做什麼都是錯這樣子 我打電話給他也是錯這樣子 嗯 但是學到東西嗎 我當時我跟了他大概正式跟他是半年了 我學不到任何東西 因為他就講 你都不會 嗯 那就不要咯 如果既然學不到他也好像沒有心要教你 是吧 明白 你有沒有好好跟他談過我真的想學 因為我要養孩子我自己一個類似的這樣子的談話 有 我有和他講過 因為我我在一開始要之前我一開始要停外面的不要再去打工了的時候 我就有跟他討論了的 他覺得呃 他講你喜歡咯 你要學你就學咯 所以我才開始沒有再去外面找工 才開始跟他的 嗯 那跟了半年他都沒有感覺上他都沒有打算教你的話 那就找別的工作是可以學到的咯 明白 因為我每次跟他吵架的時候 講他的時候 他就他第二天 他接下來的第二天第三天 他才會講 我要去哪裡 我要去哪裡 他有個我報告他要去哪裡 然後接下來他要做什麼這樣子 但是過了兩三天他又 其實他要去哪裡啊做什麼 為什麼要跟你講啊 因為我要跟著他去學習啊 如何去開啊 開料工廠可以開 但是我要如何學習如何去量那些尺寸 加上我要拍視頻 我也有跟他講了 我要跟著你 我要跟拍 嗯 嗯 他就可能覺得他經營了那麼多年 都沒有這個習慣 突然間你 你嫁進來他覺得不習慣 我會覺得是這樣子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所以我他 呃 我就跟他講 現在都是網絡時代啦 就是放上去 也讓大家更多人知道 我也可以在在網絡那邊打廣告 他介意嗎 這個拍攝放上網上 他沒有東西的 他不介意 但是他就是很習慣的 他去哪裡 他都不他都不會跟我講一聲 嗯 有時候可能一個男人做生意做什麼 做什麼突然間帶帶一個女兒出來 他就覺得不值在咯我認為 嗯 嗯 他覺得不值在 哦 不值在 我明白 突然間這樣子 嗯 所以陳鋒大哥的寶貴意見就是 嗯 那我爸爸他覺得不值在 就 如果他 如果他 還是那種 可以看他 如果你不值在 覺得你不想交 那我就不要咯 就是不是跟他吵架 我有問他 我講 如果你真的想帶著我的話 是不是 你就好好的交 因為我以後我孩子大了 要用到錢更多 然後他就講 你要你就學咯 他就變成好像是我的問題 是你自己 不要學嗎 我叫你做這個 你做了給我沒有 他每次他要的東西 他就是要的 他一打電話給我 他在外面他一打電話給我 我沒有接到他就 在打回來的時候 他就是給我罵 要不然他就回到來的時候 我就給他罵了 他就問我電話沒有來做什麼的 嗯 不管是公司還是駕駛 好像今天只是一個小時 他因為我的車拿去回修了 他就幫我 他剛好他今天是沒有出廠工作 他在家裡休息的 他就幫我去載他孩子 幫我載我的孩子 都是一些 鎖鎖碎碎的這些小事 最重要的就是 你去學同一時號 第一你去學 第二 反而看看有什麼東西 可以幫他系統化 比如講你要拍視頻放上去 其實你也不需要那麼急 因為你還沒有學好 那你就先讓自己學好 搞懂所有東西有機會 然後才下一次你才拍 因為拍這樣子的話 你就比較有 比較有一個思路 怎麼真正的做好 明白 那如果再談了好好談 其實我也學 然後也可以幫到你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你學了 你要做可能會搶到爸爸自己的生意 還是怎麼樣 他覺得 那我不是要播一些生意過來給你 然後我要把我的 我賺的錢分了給你 原來有這樣的想法 OK明白 會不會呢 那你的生意哪裡來呢 我也不清楚 你的錢哪裡來 是不是要我給你 對對對 啊 除非你學了 你現在沒有拿錢 你學了之後在外面另外再做 但是另外再做你的圈子很小 會不會是搶到他爸爸的生意 明白 你有這樣子的想法是很好的 應該要找一個手藝啊 學起來啊 對 如果沒有的話你要找那些工作呢 有的上 一直上一直上一直升職的 就花時間用心去做就有的 有的升職加升加薪 明白 嗯 但是你孩子 你有 但是很容易那些時間會長 拜六禮拜可能有 比如講中餐樓我覺得 只要你用心去做進去 剛開始從第一開始做起 只要用心學習做得很好 一年兩年是有機會升主任啊 那個中餐樓副經理啊 三五年六年有機會升經理的嘛 明白 就是但是那種工作的時間就長了 嗯 嗯 拜六禮拜可能也要做啊 有人有喜宴也要做啊 假期也要做啊 嗯 嗯 對 OK 好嗎 嗯 OK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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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